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第四节课程,入门课程第四节 好,中间我们曾经说过一些细节的内容,比方说应变规律等等的 这些东西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会逐渐的去给你们引申 等完成的第一阶段的复习之后,学习之后,我们会在第二阶段的开篇 给大家完成一个终极的总结吧,然后就开始终极词汇速记 我们词汇速记的标准是 第一,重复是记忆之母,第二,理解是记忆之父 那么理解这个东西交给老师,而且老师要讲的过程中一定要全部重复 那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英语词汇的记忆曲线是200,是一个大关 你们达到200的时候呢,我可以保证咱们讲过的词汇量将会达到一个将近25000到30000左右 25000到30000左右,那么这个200词根跟500词根的差别在哪呢 英语中有一些词根它的扩充量其实并不多 那么你通过我的这个词根上面的统计,你会发现 有些词根的扩展能力非常之强大 举例说明,你们看最后一个词根,第13这个词根 它的含义是站立的意思,你需要死记 那么这一组记完之后呢,并不难,难在哪呢 它的扩展含义太过庞大 比方说这五个词根,从一级词根到五级词根 它突然的词汇是724个,这是老师一个个码出来的 我们的终极词汇就是这样记 比方说第二个词根是177,第10个词根是114 那么将来还会有很多跟它类似的一个词根扩充好几百词汇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有效重复 英语中如果失去的有效重复 在拼写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我说英语中什么叫做文盲呢 跟中文是一样的,就是它拼不出来 那叫拼不出来什么东西呢 单词 这个东西呢是美国人自己统计的 比方说美国有25%的人是文盲 那么从小布什总统2000年上次就是登位以来 他们就一直花了50亿美元的研究资金来研究 如何让美国人摆脱这个不会拼写 不会拼读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 有一位姓李的博士啊 曾经给美国人提出一个相应的很好的方式 就是用我们的拼音来进行单词的拼读 那我们的拼音呢 通常情况下是由音节来拼读的 那么我们说拼音拼读就是辅音加原音 那么如果是10个音节 我们拼完之后呢就能变成5个 可是美国人不会 美国人是按照一个音一个音的几 10个 我们正常人的大脑呢顺时记忆是7个音节 那么你在学习7个音节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记不住 那多余后面你只要拼写错误肯定出现问题了 比方说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单词 昨天上次给你们看过的这个电影 已经把图解写来了 这个单词叫做formula 你看到这个单词之后呢 我们会这么读formula 三个音 好我就记住了 没超过7个对吧 那么大部分单词都没超过7 可是美国人不行啊 他们要读的是 多少个音呢 这已经是7个了 就算极限了 他们在评解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对李博士的建议没有被中采纳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 美国的政治家们 每次登台 不管是州长竞选 还是总统竞选 他们都会把教育这个议题作为一个核心 都会承诺 他们会花更大力气的时间去把这个教育维稳 于是问题出现了 你每次拒绝使用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一直处于这么一个环境的拼写阶段 我们中国人除了这个拼写原则的优势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偏旁跟步手 中文叫做相形文字 相形文字通过形来表示意 这是跟古代是相关联的 就像一幅画 那么老外之所以记不住呢 是因为他没有学过偏旁跟步手 那么三千个汉字在他眼里面就三千幅画 他要学繁体字 那就死瞧瞧了 而我们的中文有这么一个强大的相形文字的输入 再加上我们这是母语 所以具备着强大的拼写能力 你们很幸运 我们掌握着全世界最复杂的语言 还能说的这么溜 还能说的这么搞笑 所以相信自己绝对能做到 我会让你们背单词背上瘾 背上瘾是个什么感觉 老师我现在背单词 再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到明年年底或者到后年初 老师即将开设史上最强词汇素季 你们看到这个最强词汇素季呢 是目前全国最强的 我说史上最强就是将来在意 很难再有人超越了 我们把它定义为新版词汇素季 终极词汇 超越丘吉尔 十万词汇素季 我们要把半本科林斯词典 咱们讲完 半本讲完 但那个讲完呢 可能需要一个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呢 看大家自愿了 我们讲一个完全 完全啊 我们为了去把自己的英语境界 达到一个常人来体积的地步 而去背单词 而不再是为了考试 不再去为了升职 而是为了一种人生的境界 去把他达到一个超越史上最强词汇大家的 秋吉尔 为什么超过他呢 是因为他是事前目前为止公认的词汇量最大的人类 词汇量英语词汇量最大的人类 是公认的 好 同学们 今天看讲第一单词 Formula 这个单词怎么记呢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除了形式之外 还有个含要的格式 那么我在讲课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个词源下面的隐身含义 就显得格外重要 形式隐身为格式 这个格式的含义呢 就是一个固定的形式 那么什么叫做法则原则呢 这个格式指的是固定的意思 所以还有公式 数学公式 法则 所以Formula 下面一个UL UL我们怎么理解 同学们看这 它等于我们学过的AL 这就叫原因字母 因变 你第一次见UL等于AL 感觉不是特别适应 我知道 是因为中文中的母语 给我们一种不太愉快的感觉 因为笔画一个不一样 这肯定有问题 这是从小到大灌输的定式思维 你看 正是因为我们有定式思维 所以 如果这两个孩子想的不是完全一样 我们马上判断 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学习高考的过程中出现的 叫做错别字 对吧 可是在英语中呢 不一样 它们有音变规律 所以我们要通过一定的练习强度 才让大家掌握 英语的定式思维 我们没有语境 又没有办法去总结那么多 所以由老师来完成 那么我作为词汇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第一 要叫全 第二 要细 第三个 讲的过程中 一定要伸 全 细 伸 把你们当成词汇老师来培训 不是让你们要真正成为词汇老师 但是按照这个高标准来培训的话呢 你们将来学的标准也不会低 我始终认为 中国有句古话是绝对真理 我们叫做取乎其上者 得其中也 取乎其中也 得其下者 问题就在于 你的标准如果定的够高 达不到 那也是高水平 但是如果标准定的比较低 你可能连低标准都达不到 你就放弃了 所以三万八千词汇速记 你学完 你可以搞定的考试 几乎是目前为止 以及未来你有可能的碰到的任何考试 你以为没有想一个感觉 就是如果你的词汇量 那比初题人都多 你没有什么感想 那是一个非常愉悦的感觉 所以备单词将会是越来越愉快的一种过程 你们看到formula完成之后呢 我再看 再教你们一个后缀 叫做名词后缀 注意钱 注意啊 一定要总结 我将来的确会给你们一个完整的总表 但是你们先懂结果 再根据我给出的总表 做到相应的要点 则会更为有感觉 A被称之为名词后缀 还可以再加一个修饰语 叫做集合名词后缀 所以你会知道 为什么法则规则公式 因为规则是不统合在一起的 叫做公式 叫做集合名词 叫做formula 有了formula之后 我们看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formulate formulate 规划 我们说可以规划城市 规划蓝图 规划相关的项目 那么formulate 是发音 看到啊 formula 加个ate 见过好多回了 我们这 就要的动词后缀 再来formulation 抄笔记 抄好了啊 抄笔记 要抄好了 你看 刚才这个单词相当于 把a顶掉了 加个ate 作为动词后缀 的formulate 因为两个a没法读的 你不能都是啊 对不对 所以formulation formulate 再加上新的内容 ln 名词后缀 so you did 再来formulate 我们说有了核心词 天下大击 你们一定要把我的核心词 先记住 所以你们可以在做思维导图的过程中 可以做点小的变动 比方说词根 带上五六个思维导图的核心词 就可以了 后面可以暂时不用背 为什么呢 你先学习核心要点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继续 英语词汇速记 下一个单词 叫做公式化的 formulate 终于出现它了 formulate 是公式 amish 是形容之后 formulate 公式的 课本化的 套化的 那像八股文一样吗 所以你看 单词总结到一起 叫做规律 规律明显 感觉越愉快 这就是我们的英语词汇速记 而再来 reformulate 再用形式表现 就再规划的那种 那么字眼有在的含义 那就是在次 re开头的 我们说英语单词有很多 正反义 同义词 为什么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呢 是因为为你们大的阅读量 高的英语水平 有一个很好的底蕴 还有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会大量的 给你们灌输英语的词汇 所背背后 包含的那种英美的文化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你们从来没有如此深刻的学习英语 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还有很多成年人 不管是有孩子的还是没孩子的 你们学会词汇之后 我相信会造福下一代 对不对 会相信会造福下一代 这份笔记一定要保留好 将来老师会出书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但是你们作为网上第一批 除了我线下那帮高手们 线下那帮高手们 除了他们这帮人以外 网上第一批 你们是第一 叫第一期的入门弟子了 朋友们 这个东西我们要完成一个大时级的杰作 你们跟我一起来完成 超越这个曾经你们渴望而不可及的境界 你们现在看单词应该觉得没有什么渴望不可及了 因为你看看到这 你会惊讶的发现 我讲到三万多词评了吧 这就是三万多母语集的 对不对 reformulation叫做再形成 不管是再形成化学物质 还是再形成整体的 概念的描述 也就是说在语法中 在阅读理解中 包括小说 世界文学著作中 你看这个单词都不会再有陌生的感觉 是因为词对真的很简单 下个单词还是我们把formula放过来 你看ary 我们之前讲过叫做victory victory 我在这 ps一下 victory 我们张一若胜利的意思 对吧 那个是ory 名词后追 你会发现这学过 那么这回是ary 是不是原音字母替换呢 没错 它既是名词 又是形容词后 这叫做formulary formulary s的强调 如果你想读的很地道 读的像音识发音一样 formulary 你要读上这个水平 怎么办呢 听 老师我练了将近两万小时的听力 十年之功 同学们 这个东西 一定是练成的 最低练一千小时 你的口语会有一个超大的改变 不要跟我说没时间 时间就像海面里的水 要有的 还是能挤出来的 好 接下来看我们今天 关于formulary的最后一个单词 你会发现 如果这些后追 你都熟悉的话 这看单词 就是像看汉字的感觉一样 对不对 配额饲料 feed feed的含义什么呢 就是feb 这个fed 那个念feed 喂养的意思 喂养的东西呢 叫做饲料 我们可以看到formul formul的本身含义 是不是格式啊 格式 因身液 公式 那么你知道的配料比 你看 英语中的配料什么意思啊 就是对于某一件 整体 大家这个各种材料放在一起 然后进行一定比例的配比 基本上有这么一个套路 再来一个format 我们先化词 这四个词对吧 首先下一个新单词 就是form form是形成 形成的话呢 它有 形成 引申义 规划 后面it 名词或动词后追 名词或动词后追 我再给你们写一个 之前讲过的 formidable 形成整体的 将来会涉及到的 我先给你写一个ID AT等于ID 从现在开始 这节目开始啊 我要逐步给你们衍生 进入我们叫做 应变规律 应变规律这个学习 你们现在在我们的前八个小时的 课程中叫做入门级 先体验 也就是说 我要一点点的帮助你去建立 英语的背单词的思维 这些东西呢 一蹴而就 不太现实 我们说 把一个东西练成肌肉记忆 这是需要一定强度时间跟过程的 所以我们一共八十多小时的课程 如果后期我承诺 第二期课程中 如果出现了 这单词我还没讲完 我给你们免费加课室 保证你们掌握到 三万八千词汇 三万八千词汇 因为这是目前为止 经过市场调查 所能够得出的高级模仪者 中的最高水平 叫做三万八 更高水平的话呢 就极个别的 那也不属于平均值了 再来 reform 再次 reformat reformat 重新格式 重定格式的 再来格式化 一说到格式化 如果你对电脑 稍微熟悉一点的话呢 你会发现 当硬盘出现死机 当机的问题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格式化 就这个 做名词结构 reformat reformat 格式化的意思 好了 下一个单词 我们叫做 large format 大篇幅的 format有格式的意思吧 就是构成安排 格式 大格式的 大篇幅的 这个合成词 还是比较简单 large 好了 下一个单词 叫做 plat platform platform呢 我给大家看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叫做 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的 在第一部里面 就出现过这个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 多深刻呢 这是一张 火车票 没有看过的 跟我有代沟的 回来家 请补一下新品 这是一经典片 这是一个魔法的入门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看清楚 入门及词汇 稍等 我给你把这个东西连出来 我这个图的已经在别的地方想好了 就不用再浪费你们的时间处理这个事情了 这张票在这个地方 缩小 缩小一下 英语词汇数据 看上电影感觉会更为的愉快 好 再放小点 好了 platform 看到了吗 这单词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体验一下英语词汇数据的标准 首先这是个合成词 其次我跟你说plat 稍等 我得把它做成一个完美的temp's neuroma 我对每个字的格式要求很高 几乎已经强迫症 plat作为名词 它就是小地方的意思 small place 小地方 一个小地方 你看平台 月台 站台 汽车站台 都属于小地方 platform 那就月台也是一样的嘛 你看这个单词多喜欢 我买我一块 London to Hogwarts for one way 单行程 下个单词就是cross platform 这单词呢 我就不想说了 很简单 这显示是合成词 cross是横跨的意思 横跨平台的 这个东西呢 像网络词汇中心要有横跨平台吗 你们这个 那边是 网络的交流平台 这边是视频啊 那边是 包括微博等等 就是跨平台运作 或者说好几家公司 不同领域 就是跨平台 都有 是cross platform 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越来越多的见到 好 下一个单词 transform 你们有发现 这个单词已经讲过了呢 好 再复习一下吧 trans是改变 form 是形成形状 改变形状的 就变成转化 transform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 transform and transformer transform mational transformed log transformed 对数的变换 对数跟语言一样 语言等于符号 un transformed 未曾改变的 同学们 你们发现 很简单 好 下一个 继续 我们一定要把 背单词 背畅引 为什么呢 因为有成就感 学英语最重要的呢 其实是成就感 因为我要强调的一点是 不管学英语的方法 技能如何 这个心情才是最重要的 任何人 任何事 包括我在内 没有人能带着一脸疲倦 排斥的心情 来学习任何东西 这一点呢 我要强调一下子 这就是英语传说中的方式 同学们 你看到了吗 这个词根 177个单词 快结束了 同学们 我们快结束了 很愉快吧 你们有没有想过 从来没遇过这么多单词 不是的 其实很容易 你看下一个单词 看老师如何解析 解析的内容呢 将会显得特别重要 你看单词啊 这个单词 突然点问题 刚才我复制的时候 这个格式不是刚才的这个原版一文格式 下面一个 来我们看单词啊 form 一二 形容词或者是名词后缀 然后有人会疑问 老师form有形成的意思 它跟前者有什么关系呢 它跟前者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是形成的意思 形成我们说隐身业 形式 格式 查文词员才发现 这个以前指的是什么呢 模具 所谓的模具的意思就在这 我们先做好一个模具 然后所有的暗样板呢 全部按照这个模具走 然后一个个往中 螺就完了 所以这个本身的 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就是之前已经有的 那么一个形的含义 所以才会跟形式挂钩 叫做former 这个叫做former ly 啊 复词后缀 so easy 好 今天来讲的下一个单词 接下来这个单词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双词根词 双词根的词 双词根就是有两个词根 首先给大家解析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初中的基础词 如果你们用过课教材的话呢 初中的单词的单元 它是按照单元分的吧 对吧 这个单元怎么写呢 叫做unit unit1 unit4 unit6 单元 这个单元怎么写呢 就是这个意思 啊 整体 还有单一的意思 那有的同学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老师单一跟整体 单个 这个不是单个的跟整体 不是零售对整体 我们所说的单一跟整体 就是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这是一个完整的 这个单一的意思 你们理解 理解清楚啊 这个单一指的是一个整体 叫做单一的 然后再加上it 名词或动词后识 一般就是这个 有没有形容词含义 我跟你说 这个形容词含义 只是语言学家在语境中 突然发现这单词计言能用 然后呢 就给出了一个形容词含义 但是按照严格的语法来说 它那个it就是名词 或者动词后识 因为我们在英语中有 它的就是un unit united 有它的形容词形式 有它的形容词形式 这个形容词我也可以介绍给你们 这个形容词长成这个样子 你们绝对熟悉 比方说全世界最可恨的国家 长什么样呢 叫做united 有没有发现是unit 加上ed啊 形容词后识 s 我们在13 那个词边会涉及到 是国家 立国的意思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rica 爱美利哥 就是西班牙著名的 好海家 他验证 在50年之后 验证了公众部 发现了新大陆 那不是印度 那是新大陆 new land 对吧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你会发现 USA是这样写的 所以united 联合的国家 美洲上面联合的国家 简称美利监合众国 这个叫做语言学习 好 接下来下个单词 双词根 我们来看看 已经给你们拓展了 两个单词了 那么感觉应该比较熟悉 好 接下来un是整体的意思 整体加上它连字符 双词根结构 通常中间都带有连字符 通常80% 有20%的例外 就是说 如果前一个词根的尾字母 刚好是一符原因 那基本上就是用它了 uniform form有形式的意思吧 我们说整体形式一致 隐身也统一的形式 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叫做统一 uniform uniform 有没有后缀 uniform是词根 没后缀 没后缀的单词 我跟你说 它的词根一般都是两个以上 如果是词根直接结尾的 它没有后缀去束缚它的词形 它一般词形都比较多 但是你要再多能多到哪呢 我们说英语中的表示词性的话呢 就是六大识词 四大虚词 虚词是有限的 比方说借词 比方说观词 比方说 脸词 表并列的but so 包括and 我们说还有一个感叹词 感叹词一般都用不到 像呃啊 什么的语气词 please 语气词 请 我们重点说的是什么呢 十一动词 十一动词在英语中最多几个 十一词最多几个 诗词 六个 六个你算一下 数词 你要说它是无限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你的形式是不是有限的 数词表数字 aum点 第二个就是代词 代词肯定有限 它代词名词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词中掉之后 还剩下四种 就是 启用词 名词 动词 和副词 你会惊讶的发现 uniform 其中三个都在了 这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说英语单词 很难经常不是的 是因为同学们 你们学习英语单词 你们学习英语法 跟宋老师我的差别在哪呢 我喜欢先看整体布局 然后打出框架 最后进行分布拆解 而大家在学的过程中呢 首先没有追本溯源 也没有整体布局 干怎么办呢 一条一条学 你这感觉很不爽 因为我们在学为学生的时候 as a student 你是不可能去说 像老师一样 有完整的储备知识架构 那他也重复好多年啊 可是所以说 要不要讲会同学呢 讲会的标准就是 在有限的时间内 用整体 就画灵为整的方式 来给大家进行中级教学 这个我们会在语法课上 给大家一个完整版 那么老师如果 你就说核心语法 有多少时间呢 30小时 你就是零基础 也能让你学会 真的很简单 说的话 讲语法比讲单词 轻松百倍 完全没感觉吗 太简单了 你看现在 uniformity 均匀性 所谓均匀性的这个意思 就统一的一致的大家分布平均的 叫做均匀性 一致同样的意思 那么这是逻辑含义的衍生 这跟中文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再来叫它form 我们再把原始单子抄一下 我们特别开心的一点就是 一旦学会了这个词 家族成员中的核心词 你其他词 说白的句话后缀 复词后缀 就好比去做广东菜 搞定你的材料 接下来就是耍材 就是耍调味料 再来下一个食材 然后耍调味料 再来一个uniform 这个单词我看 均辩论 这个东西我给你们改成这的吧 it ary 加 或者ar也行 连字符 再加an 名词或形容词后缀 均辩论者 这属于哲学范畴里面的 uniformitarian 均辩论均辩说的 这些单词看上去很统一 对吧 所谓的均辩呢 就是把这个数据全部叫平均开栏 平均分布 这是一种说法 59748 这词评你几乎不太可能见到 就算你去读哲学书也很难碰到 对不对 那么写在这儿呢 只告给你这个单词有 老师也能讲 然后体现出我们强大的词汇的数据评 就可以了 再来否定词 我超爱否定词 再次强调 你看reform nonuniform 就是不均匀的呗 uniform有均匀的 就自然有不均匀的 瞧起西班币 下一个单词叫做reform reform的含义呢 是再次的意思 再次 好 我们准备一会儿 之后再提速吧 从今天是第四节课 从第四节课开始 我们一结束 从第四节课开始到结束 我们将会完成 入门里面的初期入门 就是说这个入门还分两段 第一个入门呢 是通过四个小时的课程 我们来了解一下 英语单词的正常构词 以及我们正常的解析 你们在做笔记的过程中 会有一个 如果你们觉得抄的手酸的话呢 我只能说 it's just the beginning 我们现在词汇量 会越来越庞大 你们可以平均一下 我每小时讲词汇 是一个递增的等差数列 可能每小时多增 他们20到40左右 将来我讲课速度 会越来越快 好 下一个reform reform是形成的意思 那么再次形成呢 就是重新 重新形成 重新再形成做一份 会有一身业 根据中文含有吧 就改革改良的意思 把它最后重新改一遍 就这意思 reform 有了reform呢 我们看看改革家 我们中国人 为了改革家什么 邓小平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是会的 你会发现 这些单词看上去也很简单嘛 要人呢 以前你们怎么不会呢 你们没有分 你们没有放在一块记啊 英语 你们发现了吗 什么事物在学习的过程中 尤其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事物 你要去想掌握它 一定要记住 化灵为整 你别 就你们学语法 没学会一样 你们学的是语法的什么 语法的现象 你们学的不是语法的逻辑 我们背单词背的是什么 我们背的是单个的 单一词汇 individual words individual 就是单一的意思 单一的单词 你背上去没有关联 连接性 没有串接 没有逻辑 那就当然死杯了 我们既然没有用被笔画的顺序 来记汉字 那你凭什么要被字母的排列顺序 记单词呢 那这个问题竟然很好理解 当你理解了我这个比喻的时候 你才发现 之前背单词有多么 那个逻辑有多么的搞笑 我们既然在用被单词 之前背单词的方法 就相当于你用记笔画顺序 来记汉字 你有这么疯狂的行动没吗 没有吧 好你看下一个单词叫做formist 我们一张许过的reform 再重复一遍 ist呢 它表示人 表示人 好 同时还表示什么什么的主意 这个主意一般不表述 都是ism结尾的 老师为什么这么清楚呢 我拆了三四万词汇了 你肯定厉害吧 叫做规律 很多规律说白了 就是像我这种变态的人 没事干 我的学生经常没事干 说老师 谁没事干 拆那么多单词啊 我说老师我 他们居然不敢 大家嘲笑一下哈 下一个ul ul你学过了 剩余al 加新内容 ate叫做动词后缀 reformulate 再用形式表示 这单词一定要学会吗 不一定 因为你学过reformulate formulate formulate是词 这个大家再用形式表示的 reformation atln 我们常见的复合名词后缀 前面写过好几次 ate再加ln reformulate 这个单词re 我放在这儿呢 是为了再用形式表示的 或者直接把它写成re 加个formulate 就是形成公式 那个也可以 那你会发现单词轻易来 很简单 接下来下定决心改革的 mined就是决心的 mined就是思想思维决心 这显得一个抽象的含义 对不对 reform mandate 首先它这个合成词 其次我不想多给你们多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重点词 给我们将来会涉及到的 形容词 holdage 下一个反宗教改革的 我多写这个框滑掉哈 反宗教改革的 首先你要知道有个前缀 这个前缀真是特别重要 我都重要他把它写出来的 叫前缀了 它是什么意思 叫做反的意思 比如说反 那个宗教改革跟宗教 其实没什么关系 只是当时指的是大型反 反教 就是counter reformation 于是就指出来这个了 那个单词就是counter reformation就完了 宗教改革 只是在立于历史的时势 再来下一个 前缀 pro 我们在学province的时候 向前征服 为之划分行政省份 最后变成了省区 然后呢reform 向前改革 你身以支持改革的 pro reform 支持改革的 它的有形容词的含义 因为四万多了 这已经不再涉及到 必须的严格的词 再来 否定 就是未经宗教改革的 那么就是未改革的 这个改革 特指在历史上的宗教改革 下一个改良主义 然后你会发现 reform 莫名词 后叙 它表示的含义是 或者说表什么什么 主义 so easy 再来下一个单词 reformatory 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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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ormatory so easy reformatory 再看ate 然后再加上 or 形词 过名词 后叙 改革的 革新的 还有 管教所 reformatory 所以你看单词了吗 这些单词 你说不常见吗 如果你看什么超级英雄的片 或者是里面的有很多 不良少年 管教所都有 再来 福利改革的 首先我告诉你 说是一个合成词 welfare 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福利 福利 这个单词 我们之后再会细讲 所以不再说及了 再来下一个比较简单 合成词 叫做health reform 卫生改革 卫生改革 将来我们会讲这个小词 但是呢 我也有 health 健康属于基础的 我先留个扣子 因为将来我们会提一些小词 就是说基础词 如何加前缀 后缀 升级为 符合的 就高级词 就这么一个 好 接下来下一个词 con con 表示 强调 con 表示加强语气 form 形成 强调形成的 我们以身意 遵守 加强形成 形成一个整体呢 我们叫做遵守的意思 使其保持一致 又形成一个形式 形成一种规模 那么 遵守含义 或者说 我再给你补充一下 形成一种形式 或者说格式 样式 引身要的遵守 conform conform 作为它的核心词 再往下讲的话呢 就快了 好了 it1 暗示连字符 ty 名字后缀 你们看到了吗 为什么我说 之后你们变得熟练之后 就可以把it1 合成一个整体看了 因为你很熟嘛 名字后缀 叫做conformation at1 复合名字后缀 再写复合两个 把笔记补充好 复合 笔记量 其实我们在重复 但是我再重复的话 也要 帮助你们 最大限度的练习 你看老师我 完全 还是那句话 做成电子 把提前给你们翻页就好了嘛 但是我没有做 对不对 我依然一个字一个字敲 好 那formist是表人的意思 你看啊 recon 表什么那么人 conformist 再来不信奉教的 正反义词 否定 再上 然后再来 否定在前 nonconformity 我下个单词 又是这样子 Owen 又是否定 上面中刚见过的 我们再写一遍 我们再写一遍 叫的背单词 再来 conformance ance 名词后缀 再来 英雄所守旧的 就是不改变的 背 ism 名词后缀 名词后缀 non 否定 再加上conforming conforming conforming的含义呢 就是conform 再加上一个 ng 形容词后缀 不能够统一的 就是非相容的意思了 再来下一个最简单的单词 conformal 保角的 什么共形的 正形的 形容词后缀 那具体这个含义 老师也没有查过 这数据的专有词汇 五万多词评 专有词汇 conformal 好了 又一个单词结束 我们看下一个 g形 这个g形 可不是否定 你会发现 分离 分离的意思呢 有驱失 那么什么叫的g形呢 就是这儿缺个脚 那儿断了一块 叫的形式 形式 或者说我已经使用的形状 形状 缺失的形状 g形 再来deformed 逆逆 使用词后缀 机型的 好 马上快速通关 为什么能快速呢 同学们 你发现我加速了吧 因为 它的核心词含义 没有变 所以其他词呢 就是它其他后缀的玩法 再来deformation 再来deformable ABLE 形状词后缀 再次强调 表 可 什么什么的 好了 下一个 我知道速度会加快 但是你们必须跟得上啊 跟不上 看回放 然后可以玩暂停 对不对 下面一个formable 强大的 有人说 老师formable 他那表强大 那不是形成的意思吗 这个含义要查词源了 英语中词源中 所说的这个形成呢 是 形成整体 形成战斗力的意思 这叫做形成 形成一个完整的形式 荷包之木嘛 再来formable ly 复死后缀 因为le跟ly呢 y跟e可以替换 语用很简单了 formidably 强大的难对付的 下一个 formal formal 形式归纳的意思 一种化学物质 这个呢 我们把它理解为 合成的就可以了 理解为合成的就可以 formal 这个单词呢 一般来自于 我们说希腊语中的 福尔玛林 在英语中都属于是 因 就我们说是 因语过来的加权 有计划学的奖权等等的 这是福尔玛林 按照配比来做的 这是一个混合物 所谓都形成 对于尸体的 或者是一种防腐剂 这么一个含义 你在英语中呢 是找不到这个单词的 但是我们可以 把这儿 号叉 A-L-D-P-A 没有P啊 sorry啊 L-D-H-E-T 这是化学真有名词 L-D-H-E-T 权 以权 如果你将来不学 化学专业的话呢 这个单词作为实际 就可以了 我们在学习 对我将来会给你们 列出一个相应的 化学的周期表 以及每个元素 在词源上 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你要说 每个词源怎么来的呢 那个词源中都会解释 某某化学家 通过某某化学物 然后再通过某某形式 把它整个的分离出来 比方说 那怎么分离出来的呢 就来自于那个 苏打粉 苏打粉就来苏打粉 那个时候 我们之后再说这个东西 将来会涉及到 不用着急 留一下 再来 Calling form Calling 这个大成杆菌的意思呢 我跟你说 它是 这个叫 圆柱体的意思 大成杆菌是 柱体柱状 长状的 连字符 那再加上 FORM 我们说是形成 形成大双形状 像柱状的那种 大型 大成杆菌 Calling form Resteless 好 再来加一个单词 Total 总大成杆菌 合成词 Total Total 全的 全部的 总的 再来 绿 CHLOR 双词根结构 你们自行看吧 O 作为连字符 进入这儿呢 同学们 看到词评了吗 2万多4万多 这就是他们 我们在上化学课的时候 才会碰见的 平常你们根本 见不到 form 放到这儿就可以了 形成的 下面一个 Former 这个单词 跟上面的FORM 也是一样的 就甲醛的那种发音 那个甲醛的发音 那这个单词 就像是上面的一个 怎么说的 配比形式 FORM 就是甲醛 我记得35%左右的 那个配比 然后配出来的防腐 一样 一种药 作为名词就可以了 下一个 粪便 你估名词 也合成词 粪便 大肠感觉 你COLIFORM 已经知道了 那么FACIL了 这个单词 我们将来会说 它是排泄的意思 排泄 sorry啊 Thickle 排泄物的意思 那再来下一个单词 福米什么什么的 就是某种塑料贴板 格式化的 这些单词 我跟你说 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非常的 稍微复杂一点 TOP 就T的意思 前面就叫做 For Mecha TOP 行冠就好了 一种 状 再来下面一个 CRAB 管子 管状 FORM FORM 形成 比较简单 再来 甲酸乙酸的 这个FORM 我们就后来变成的 那种所谓的 有机化学的 那种公式产生的 FORM 那这种语义 我们之后 再通过词单元 进行化学 名称的小型解析 再来横跨的 这个比较简单 合成词就完了 INFORM 横跨 相反 十字节 再来 FORM 共振 这个共振的话 说不定还是跟形式挂钩的 跟形式完全挂钩 那么这个东西 是形成 形成 峰值 画素 我们说的共振 后面 ANT 名字后缀 讲到这儿 你会发现后面不带颜色的 我这写的 不带颜色都属于是 特别难看的词 特别难以背的 你们可以先选择 跳过 但是我希望你们补足笔记 为我们之后的英语 高级词汇的速记 自己做好一个准备 好了 讲到这儿的话呢 我们现在还有完整的18分钟 18分钟 我们一会再讲 然后你回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 我们上的几节课了呢 一共加上今天算是 三节半 按照词汇讲的 39 再加上刚才讲过的177 等于总词汇量216 那你平均一下 我们现在是三节半可的时间 平均一个小时 下来是61个单词 这是我们的起步驾 起步驾 这个速度远远不够 我们将来速度回来看 不然我如何能讲完 这1500词汇呢 这些500词汇 可能讲到第12个 到第13个 终于差不多了 因为第13个 为了保证你的教学质量 有一半得放在 第27次会讲 因为它的总量 实在太过庞大 前面这些单词都能做到 而第13个 叫做纯词汇量积累了 它从战力 从舞台 stage 一直到 非常难 就是包括庄园呀 大臣的这些单词中 或者相关联的权力统治 都会有非常复杂的练习标准 好 看我们下一个单词 抓住 看着 好 我们看这个单词 看到这个单词之后呢 还是老样子 先统计 这统计的标准呢 还是按照之前所说过的 今天讲完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集 第三个词根 还是老样子 我们看看到目前为止 有多少词根 已经完完整整的见过了 绿色的代表前缀 蓝色的代表后缀 虽然有机会的话 把每个单词的颜色 再分一分 打成全彩版 一定是非常 能够帮助中国的同学们 完成全部的词汇速记的 我们来看单词 来看颜色 第一个 comprehend incomprehend 这还是属于正反义词 comprehensively uncomprehending 这个单词一直到这 我们把它全部划成黄颜色的 那么我就可以判决 第一个音词就在这 in cumun 好 下一个 apprehend A加双斜辅音 表达将预计 然后以对错误的 往处理手 拐过来 A加双斜辅音 RMSS 下个单词 PRE 显然是一组成员 repre rere呢 也是再一次的 理解的 但是我还是举定 把它分开算 分开算的话呢 至少在含义上呢 它能保持一个组的类别 就好看了 好 pre在前 re 好 什么叫做磨刀不务砍拆钩呢 为了让大家 记得更快 不忘的更慢 此根此坠 重点统计 我再来统计一下 LON我们见过了 IVE IBLE TY IVE写了 NG NESS ILE 好 没了 或者就这些 把这个移上来 IBLE 就是A ILE 就是A IBLE 的变体 好 我们看这 前缀 CUN 表示 在一起 加强语气 下一个词根呢 是IN IN此处 表否定 再来UN 那你会发现 IN跟UN 好像就差一个字母 对不对 你猜的没错 IN之所以有否定呢 是因为它AN UN N 它们是因变 规律 所以应该放一起 我们逐渐的越讲越多 然后呢 规律越来越明显 我希望我走过的旅程 你们一同来体会 不是让你走弯路 而是一同心肠 我曾经走过的风景 我就是这样一点点的 去发掘的规律 而AP呢 是A加双斜辅音 两个相同的双斜辅音 APB ABB 也就是说这个A加双斜辅音 是加什么辅音呢 取决于后面的词根 所以我正确的给讲法 是这个样子的 两个问号 代表两个相同的辅音字母 那这个辅音字母 取决于后面那个词根的 首字母 首字母是B 就是ABB 首字母是T 就是ATT 很简单 对不对 所以不难 表示含义 就一个叫做加强语气 好比我们中文中的阿姨 不叫姨 叫做阿姨 阿猫 阿舅 阿狗 这比较加强语气 有的 啊 错误 So easy PRE 在前 再来 R1 反复 多次 再次 接下来后绝评 IVE名字后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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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E名字后绝 表 能什么什么的 TY名字后绝 NG是名字后绝 表 令什么什么的 ASS名字后绝 好了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好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的本节的内容 有了它之后 再来看这些单词 就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英语词汇速记 即将开始 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有严格的要求 在英语学习的时候 总结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定要努力啊 我先把红过号给你们打下来 每个单词 我都要挨个说一遍 全嘛 又全又细又深 讲完之后 你们就变大咖了 但是我在省下 很多学生 老师问 老师什么时候 能像你去一样联想的出来的 100词根左右的时候 你就牛了 你就牛了 再来 你能不能坚持在100词根呢 CUM CUM在一起 讲到100词根的时候呢 你们的词根我就讲到8000了 同学们 100词根咱们从中就算8000了 在一起 你会发现这个词根长得很长 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 看词源的时候 看一个东西 拉丁语 还有来自于 这种抓住啊 既学习啊 抓住要点啊 等等的 有古法语等等 这种单词出现的时候 很讨厌 抓 理解你学过 understand 也学过自己的 I see 我明白 不是的 这个在这儿是comprehend 本身含义是抓的意思 抓到一起来 是一个具体的动作 所以就变成了 包含进来 所以就变成了 组合进来 那你没有发现 包含组合的意思就是 抓住重要要点呀 那再往后走 comprehension 好音变规律 给大家解析 开始 看到上面了吗 D跟S 英语中这个D 的发音 属于是 着辅音 D 那么它的轻辅音是 D T S 对不对 那么在英语中 给你们一个标准 叫做辅音的音变 辅音的音变 常见的形式 尤其在结尾的发音是 D T S S 现在最常见的 德特斯 这个比较简单 我说的是什么呢 音标 既然判明是音标的话呢 就给你们打个杠 打杠就是音标 这个音标是常见的形式 如果他们出现在结尾 TS 他们属于轻辅音 就发音的 就发气的 不发音 不震动 D 就想要震动的 就是着辅音 着辅音 给你们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着辅音结尾的 就这种情话 双词根结果 着辅音结尾的 表动词 轻辅音结尾的 表 名词 或形容词 这个规律 纯粹是我刷的 它刷出来的 这规律 纯粹是我刷单词 刷出来的 后来发现 每次刷都是这么几个 你左刷 右刷 全是这 你们的单词文道 几十万字 都是我一个个字 码出来的 所以我太清楚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了 于是变成了 comprehend comprehension 有了这个单词构成 有了这个单词构成 你会发现 你以为那个D跟S 没关系吗 可能没关系吗 所以我们还是老样子 prehand prehand 我可以偷个懒呢 可以的 你看啊 算了还不偷了 现在刚第三个词 可能偷到有点过分 ln 名词后对 我们不能发成 comprehension comprehension comprehending 不叫comprehension 那么把那个D S结尾的 这是我们的奥秘 有了它之后 简单多了 名词comprehension 这个comprehension 是你蛮重要的 英语学习的绝对重点 好 吓我一跳 刚才这个软件 稍微有点失灵 可能这文档 太大了 好 再来 un刚刚见过的总结版 我们叫做表否定 于是呢 叫做compreh 再写一遍 一定要写一遍 你写的过程中 就是别单词最佳方式 incomprehension 否定的 好 再来 comprehension 变成形容词 变成形容词的话呢 我把名词先抄下来 因为它作为 突展词 ivee 形容词后缀 comprehensive 抓到一起来的 包含在内的 叫做综合的广泛的 这干词多高级呢 最高词评有42000 就是说 绝对是高级词汇了 好 再来comprehension 还是把comprehension comprehensive 抄下来 再加 把这个ivee呢 换成新的后缀 这个后缀发现 好像你刚见过不久 而且很逐气 形容词 后缀 我们再写一遍 每一次都要反复重复 一时摩当你耳朵 起老简才行 再来comprehension ability 感觉很难 对不对 就这么回事的 你只要把刚才的 hanser博写下来 加个什么呢 ty ty的标准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ibilty 就这么来的 名词后缀 不再遍体了 之前已经讲过了 如果看到这儿的同学呢 一定要看一下前面的 好 in它是表示 否定 再次出现 第一次重复 变成第二次 再第三次 早就变成熟能生巧了 不再废话了 好 再来否定 我们把上面的原始形容词 再超一遍 加ly 于是变成了负词后缀 把那个y 把那个e变成y就可以了 它们进行应变 下个单词叫做imprehensibility 哇 这单词够高端的 我们有两种解析方法 第一种解析是 把imprehensible标过来 然后再加上ity 或者是把上面的原始单词也标过来 我可以这样给你们写两遍 这单词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 否定 加上面的单词 or 我故意的 两个解析都可以 没有问题 好了 包括一些的 compre pensive ly 复词后缀 再来 否定 compre handing ng 形容词 后缀 理解 不理解 不理解 得 就变成不了解 的拉头简单 再来 uncompre handing 我们再默默的写一遍 所以有很多决定 老师你打得好快呀 我当然了 你打了几百万次 你难道不慢 你会不会慢吗 盲打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这跟我本课计算机没关系 我 我当我计算机 每天当马农 我都没有做出这么多 总体的内容 总体的内容 下一个单词叫做 apprehend 刚才刚说过 是不是A加双结福音 表示什么 加强语气 这次实践 apprehend 理解 刚才是CON在一起 抓到一起来 这个强调 还是强调 抓住重点的意思 那你会发现 这直接没有抓的含义 强调抓 所以才会有最基础的 叫做逮捕 这就是硬核的 我刚开始说过的 硬核我刚开始说过的 就是那个 具体的动作 来表示抽象的含义 要抓住 抓住要点 抓住他 你看一个动作 一个表达抽象的 对不对 逮捕 还有有什么理解的 抓捕叫做揪心 这件事情我很揪心 你是不是抓到你心上了 不是啊 就捏死了 揪心一个心理上的 然后就理解 抓住主要大意 叫做理解 apprehend 好 套路接着来 刚才你看到 我画了四种颜色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我们再写 再写再写 再写 比较简单了 apprehend ln名词后缀 so easy 好 再来 apprehend 他的形容词 就是把他的 刚才的名词 ln去掉 try了 Ible 形容词后缀 就变成了 能什么什么得 不再写了 apprehensive 好 又是把他的变体 变过来 apprehension 加上ive 形容词后缀 为什么我现在 还要写呢 强化 让你们见识 老师的异力 到底有多强大 ive 形容词后缀 复词后缀 sorry 再来 is ms 是表示错误的意思 misunderstand 这是错误的理解 来 高级版 叫做 misappre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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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 下一个单词 有了这个单词之后呢 我们可以 这么解析吧 反正 反正前对 都是错误了 因为你刚刚 见过了 错误 apprehension 这个错误呢 就比较简单了 你看 这些单词 我们都可以 轻轻松松解决 你已经见过了 apprehensive 然后再加上 apprehensive 再加上ly 复词后缀 sorry的 再来 适合抓住的 可以被抓住的 词根 再加上一个 刚才的后缀 apprehend 就是抓的意思 抓住 ILE 形则后缀 不要能什么得 可以抓住的 再来 这个单词的 名词形式 那不就是comprehension 把那个con com给扔了吗 再加 抓 ION 名词后缀 你会发现 那就是抓的意思 英语是老外造的 他们的思维 非常的朴实 不像我们中文 思维 弯弯绕 还得围弯语 其表述呢 再来下一个 RE RE是往回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叫做 申斥责备呢 这个含义就是把人抓回来 抓回来是逮捕的意思呀 所以你说是 抓 抓回来 判罪 判罪 我们说 指责 责备的意思 有了这单词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快多了 RE PREHAND 它的应变规律 再一出现 把那些D换成S 名词后缀 在这呢 就不再换了 好 下一个单词 REPREHANDSIVE 好 老样子 REPREHANDSIVE 再加上 LN 名词后缀 再来 REPREHANDSIVE 也就是说REPREHANDSIVE sorry 那是IVE sorry 行用词后缀 下一个单词 我把这个 APPREHANDSIVE 抄下来 IBLE 见过了吧 行用词后缀 应叙得的 表 可 什么什么 得 再复此处一样 再来 REPREHANDSIVE 再来 LY 副词后缀 光看怎么看会了 最后一个单词 今天 PREHANDSIVE 如果你第一次见的话呢 我们这么写 ITY 好 TY 名词后缀 见过好多腿了 好 这单词就应受谴责了 是觉得国际的装有术语的 好 今天最后我们再复习一下 复习 IBLE 加上 AB ABLE 就是说 再加上什么呢 T1 名词后缀 它等于什么要的复合名词后缀呢 就是把 IB 改成 他 AB 改成 他 给你们写一组数学公式 你们好好体验一下 这个过程 就这么 把E 再变成了 I AB I 再加上T1 于是就完成了 为了拼读方便吗 ABILITY ABILITY 好想少写一个 sorry 我把这个字母再给你们加进来比较合适 好 就这样了 ABILITY 就把它称之为复合名词后缀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单词了 比方说ABLE ABLE是形容词 能什么什么得 然后加上一个I连字符 然后加上一个TY 于是就变成了名词后缀 这个单词呢 叫做能力 单词拼写为 ABILITY 给你们音标 所以叫做才能的意思 这种变化你会发现 哪怕是基础小词 都是按照一个套路来的 我们的构词法 之所以牛呢 是因为它专业 第二 它因为地道 第三 因为讲的权 能够构先出你们核心的 英语的词汇速记的思维模式 好了 今天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节课 统一时间再会 注意不见不散哦 还有别忘了 喜欢这边课的同学呢 千万别忘了 你的五星好评哦 给出我宝贵的意见 我们将来会把词汇 推向一个更高潮 我们这门课程的口号 叫做王者归来 打败你所有的竞争对手 好了 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下周统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统一时间吧 感谢观看